从前在五台山有一个老和尚 他为了解决众人的生活烦恼问题 他常常给世人提出忠告 但是这个老和尚很好玩的 他说我要收取适当的费用 因为法师他可以接受供养的 有一天有一个商人叫张田 他知道之后就专程到五台山去买忠告 老和尚问张田 你要什么价格的忠告啊 因为忠告是按照价格不同而定的 张田说那就买一个一元钱的忠告吧 那时候一元钱也不少了 他说一元钱的忠告 老和尚收起钱说道 施主啊给你一元钱的忠告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宴请你 你又不知道今天吃饭有几道菜 那么等第一道菜上来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它先吃个饱 那不鼓掌的啦 这个张田呢觉得这个老和尚忠告不怎么样 于是又付了两块钱 师父你再给我一个两元钱的忠告好不好 老和尚就说了这么一个忠告 当你生气的时候 事情没有考虑成熟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动啊 不能蛮干 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你千万不能动怒 否则你会后悔的 张田把买的忠告 记在心中就走了 后来张田的妻子怀孕了 妻子呢留在家中 自己呢到外地经商去了 一出去就是十五年了 那个时候啊 这个信息也不发达 十五年都没有回家乡 终于有一天 已经发了财的张田 他派卖了在外地所有的商品 他回来了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 就直接来到自己的家 并闪身躲进了一个难以被人察觉的地方 他想看一看妻子生活 然后晚上给他一个惊喜 或者待会给他个惊喜 突然家里来了个年轻人 这个妻子亲切的问道 我早想你了 告诉我 你怎么才来啊 张田听到自己妻子 这么轻易的对那个年轻人说话 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恶念 恨不得当场就杀了他们两个 但是他突然想起那个 用两块钱买的忠告 不能动火 天黑了 屋里两个人在桌旁坐下用餐 还是这个年轻人没走 商人看到这一情景 又想冲出去杀他们 但是那个两块钱的忠告 又在耳边响起 他克制了自己 夜生了 张田的妻子和那个年轻人 准备入侵 张田恶念又其 幸亏那个老和尚的意见 他没有下手 在把灯熄灭之前 张三的妻子哭泣的说 唉 儿啊 听说有一条船 刚刚从你爸爸的地方过来 明儿啊 一早你去打听一下 或许还能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 听到这番话 张田才想起 他离家的时候 妻子已经怀孕了 原来那个年轻人 就是他的儿子 妻子 一直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 以为他亡命他乡了 感到万分的悲痛 他在儿子身上 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 张田高兴的 不知道怎么是好 更觉得 两块钱买的忠告 实在是好好好啊 因为有了这个忠告 我才没有动火 仅仅两块钱 就这么可贵 记住了 佛在教诲我们世人的时候 总是会特别强调 要宽容和原谅别人 因为一个人 如果懂得了宽容 和原谅 很多的怨恨 他就自然而然的 远离了你的心灵 大度能容 天下难容之事啊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对别人并不理解 很多妻子为先生 做了很多 不愿告诉自己先生的事情 很多先生也为自己妻子 做了很多 爱他的事情 但是没有告诉他 并不等于没有爱他 所以那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 当我们在怀疑别人的时候 你没有了解清楚的时候 你们要懂得宽容 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他可以给人勇气和力量 使人奔发向上 化解矛盾 让我们兵事前 闲啊 记住了 经常恨别人的人 那是黑暗邪恶的一种情感 他不但破坏了 他不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摧毁了我们的社会 甚至葬送了我们不可胜诉的生命 所以很多人健康 就是在恨当中被毁坏的 人有诚恨的理由 但是要记住了 我们也有宽恕别人的理由啊 谢谢大家